大家好,欢迎收看《百看影谈》 2007年,法国的一部犯罪片复合调查引起了人们的思考 它向我们展示了人生处处有精彩,人生处处有反转 这是一部高智商的冷门剧 你永远也想不到下一秒的剧情到底走向何方 它讲述了警察不停地寻找残忍杀害小女孩的真凶 那么凶手到底是谁呢 影片从一个幸福的家庭开始 克莱尔和理查德是一对夫妻 他们有一个可爱的女儿 虽然忙碌,但生活也算是幸福 理查德是一位警察 克莱尔是一位麻醉师,两个人的工作特别忙 明明和女儿约好出去玩 却因为工作只能失约 这也导致了后来悲剧的发生 女儿只能自己出去玩 结果被变态给强暴,杀死了 其实这在警示我们的父母 不管多忙,都要抽出时间来陪伴子女 子女需要的不是钱,而是陪伴 不久后,理查德就和自己的同事 共同查出了嫌疑犯 艾克曼,虽然证据不足 但是凭借着权力、熟人以及陪审团容忍的心 最终判了艾克曼30年的有趣徒刑 这里体现了一种法律制度的不完善 如果这不是真凶呢 那岂不是会诬陷好人 艾克曼在监狱的日子也不老实 每天给理查德写信说自己不是真凶 难道你愿意让真凶逍遥法外吗 之类的话 这真挚的话语我都快相信了 不过作为一名优良的观众 我万分清楚 艾克曼是故意装样子 剥取理查德的同情和信任 不仅如此 变态的艾克曼还每天写信 来和自己的女朋友讨论法律问题 现在的变态真是又镇定又不要脸 俗话说旁观者清当局者迷 理查德一开始也不相信艾克曼的话 每次都会撕掉瞎扯的信 可是随着一个儿童变态杀手的出现 这个人符合所有杀死自己女儿的条件 这让理查德起了疑惑 面对妻子的离开 同时的不理解 他依旧坚定的为艾克曼来脱罪 气得我都要冲进屏幕了 在理查德的帮助下 莫名女子的证明 以及审判者的死心下 艾克曼被无罪释放了 看到这里我都要气炸了 这名女子一看 就跟艾克曼有着不同反响的关系 艾克曼被释放后 引起了全车室的轰动 还被邀请到电视节目里谈感受 假模假样的感谢理查德 奸诈的笑容都让我恶心不已 也让每个人确认了 艾克曼就是真正的凶手 我们都以为结局会是这样的可笑 但是导演自然不会那么庸俗 剧情又开始来了个大反转 艾克曼为了感谢理查德 来到了理查德的家 他淫荡的看着房间的样子 都在诉说着他就是真正的凶手 突然艾克曼晕倒了 留下的是淡淡的麻醉清香 原来理查德早就知道了艾克曼的阴谋 而儿图杀手是一个性无能 根本不可能作案 因为法国没有死刑 所以理查德试了这个计 最后亲手将艾克曼给活埋了 虽然艾克曼的消失 让所有的人都疑惑不已 但是也无人查询 除了警察局让了解真相 所有的这一切几乎都是无人知晓 他问道为什么要杀人 明明知道这是死罪 理查德的一句三年前我就是个死人了 让多少人感动到泪流满面 富爱如山大概就是这样吧 这世界上除了父母 没有人会那么无私的爱着我们了 好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